9月28号也就是明天 台中市将举办台湾首次国际赛车封街展演 不过台中市警局要打击黄牛歪风 刑警大队全面启动途牛专案 新大科针对运用大数据分析网路上 贩售赛车展演票券这些资讯 掌握有八个人涉嫌利用抢票机器人程式 或不当的方式大量抢票再加价转售 严重侵害公平取得票券的机会 警方在搜索过程中也发现 有人还会运用AI来产生黄牛票推广文案 甚至还发现有人请AI教他怎么撰写抢票程式 不过被AI劝告阻止说这是不道德的事 黄牛还是找到了票源 全案被易违违反运动产业发展条例 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 已请台中地检署正办